大欧苏老权们来说一说最新的国际形势 那么前段时间中国的最高领袖 蓝家河访美 这个事情无疑是缓和了中美之前的紧张局势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短期趋势 就有人觉得好像中美之间整个方向会改变 全球的紧张局势会缓和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它还在持续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现象 究竟未来世界走向是出现更大的冲突 还是逐渐走向缓和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那么实际上来说 梁家河的访美它只是一个短期趋势 整个中美之间乃至于全球各地的冲突和矛盾 只会不断的加剧 所以未来整个世界的局势 会走向一个更加严峻的一个情况 但是短期的缓和 这个东西也是真实发生的 那么全球大趋势具有一种不可逆的属性 这个属性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那么我想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在于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属性 基本性质 以至于美国的一个立国基础 我想这个原因是决定了整个走向的一个大致的方向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方向 这个角度来梳理一下当中的道理 但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中美短期的一些趋势 那么前段时间中国的最高领袖访美 这个事情很多媒体都把它解读为 中美关系有可能会传回正常 中美之前的紧张状态逐渐解除 有很多媒体都采取这样的舆论引导方向 比如说我们来看中国方面的媒体 它就特别用标题来指明说 援手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再出发 这个就表示说中美之间应该更加的加强合作 而不是一直搞对抗 中国的人民网也特别提出要共同努力来维护中美关系 当中特别提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要以健康稳定互利互信 携手同行为基本方向 那么这样的一些说法都和梁家和访美之前 整个的语调完全不一样 从之前的剑拔弩张到现在有所缓和 这种舆论态度的变化 它到底说明什么问题 中美关系是真的缓和了 那全球紧张的局势是开始要调整了吗 还是说这个当中别有深意 那我觉得在近期的所有文章当中 有一篇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就是发表在最近一期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 那题目叫做 中美目前还没有进入冷战 但是双边必须要避免进入一个更糟的情况 那这个文章作者是王吉思 这个人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国际关系学者 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那这个文章意思并不复杂 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首先就提到说 有很多人都把中美目前的关系 看成是过去美苏之间的那种关系 但是中国跟苏联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这种不一样就代表 中美关系不一定要像美苏关系那样 以不断对抗乃至于一方的完全崩溃作为结果 那他给出的理由呢 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 目前中国的整体战略是一种防守性战略 中国政府对外不输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各种政策 只是想保证自己不被西方的价值观所同化所改变 那这个和当时的苏联有很大不同 那第二点 中美之间的商业往来非常多 在经济上的联系非常紧密 那这个与过去苏联在经济上与世隔绝的情况 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第三点 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更加频繁 比如说中国的留学生有很多去美国留学 民间的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交流 都比冷战时期的美苏交流要多很多 那么按照这个文章的意思 这种情况的不同就造成结果必然不同 当然这些论点呢 其实在逻辑上都不能完全成立 但总而言之 这个文章的基本语调 就是要强调双方以和平为主 以合作为主 不要一再的搞对抗 但是要注意到文章当中也引用了基辛格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方面 都存在一些比较强硬派的战略家 那么这些人呢 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博弈 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那所以中美之间最后还是要进行一种激烈的对抗 乃至于热战 那文章认为 这种对抗性的思维 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成为主流思维 从而造成中美关系走向真正的冲突的局面 那么在这个文章的末尾也总结说 拜登和梁家河的这次会面 只是暂时性的让两国关系走向一个平和稳定的局面 这个只是一个短期趋势 长期来看依然是一个未知的情况 那这样一篇半官方性质的文章 我认为有几点比较有意思 首先这个文章在表面上 以一种所谓的战略眼光 以一种大局观来进行包装 为中美指明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那表面上看是这样 但实际上呢 它在态度上是一种软化和示弱 文章所谓的大局观 还有这种学术姿态 都是为了给软化和示弱来进行包装 让自己显得更有面子 但拨开这种包装的技术手段 实际上呢 这个文章就是中国主动示弱 放低姿态 那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也是比较能够代表现在中国高层智库的整个战略部署 就是短期确实需要缓和一下 但是长期来看不一定 那么短期缓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经济崩溃的速度是超出了统治集团的想象和预判 那么为了缓和整个中国经济塌方的速度 避免这种经济的塌方造成政治的动乱 那就必须要在短期做出一些有利于经济稳定的举措 而这些举措呢 正如我之前在节目里讲过的 不能够仅仅局限于金融的政策方面 比如说搞一些利率调控 搞一些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 那这些调控呢 都是非常浅层的东西 在更为深层的心理层面 在对经济预期的方面 它必须要给整个市场树立信心 否则的话 任何的技术调整都没有用 那么中美之间在外交上 短期释放这种缓和的信号 确实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 或者说暂时缓解它塌方的速度 就算是减缓个一个季度或者半年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样一种重要性 就是它在短期不得不示弱的 一个主要原因 那另外这个文章 从上到下都是一个政治宣传的目的 但是我想当中 只有一句话是说出了实情 就是中美目前这个关系 是一个短期的缓和关系 但是长期来看 依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么长期的不确定性 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 自然是没有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过去的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 不过呢 这一种讲述是一种分布于很多期节目当中的一种零星的碎片式的讲述 那么今天我想把所有这些问题的归结到一起 做一个总体性的复习和一个梳理 那么从这个梳理当中呢 我想大家会更加的看清楚短期中期长期的局势是什么 未来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那么即使用最为乐观的状况去估计的话 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那长期冲突为何不可避免 我分几个层面来讨论这个事情 首先来看最表层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 不是说未来将会成为 而是已经是全球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概念 那与此同时 美国对于全球的任何不稳定因素 它必然是会积极干预的 不管这个干预的方法是外交干预还是军事干预 那么直接干预是肯定会发生的 那这个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就是美国的行为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的干预行为是一个必然的行为 它为什么就不能采取一个不干预的态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 这个当中是很有学问的 那美国的外交政策全面进入干涉主义 这个事情呢 主要发生在20世纪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美国它整个的自我角色定位 基本上已经转变为了全球的领导者 以及呢全球事务的决定者 何以见得 这个当中有一个标志性的讲话 就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在1917年发表的题为 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讲话 那这个讲话就表明了 美国对于当时欧洲战争的态度 以及全球事务的态度 这个当中就明确提到说 美国希望建立全球的一个秩序 它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那什么东西是没有胜利的和平呢 威尔逊认为所谓的胜利 它是战争之后 强加在失败者头上的一种秩序 这样的强加秩序必然是不稳定的 那么失败者呢只是暂时妥协 但是之后 他很快也会进入一些复仇的步骤 所以这段情况下 这种国际秩序被彻底的打破 世界也会陷入不断的战争当中 那美国理想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威尔逊的原话 那么这种新的世界秩序 它不是大国权力的平衡 而是一种大国权力的共同体 而美国呢责无旁贷 就是这个权力共同体的管理者 这种共同体式的管理 就等于是取消了 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合法性 国家之间的战争 就被降级为一种治安事件 就类似于打架斗殴 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 就需要对这种治安暴力事件 进行干涉进行维护 那么实际上之后的历史发展 也符合威尔逊在讲话中 所说的这个蓝图 在当年威尔逊发表讲话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参议院的议员 就评价说 总统先生不仅把自己视为美国的总统 更是把自己视为了全球的总统 那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 美国就是世界警察 美国的总统就是全球总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秩序之下 美国就有非常高的概率 甚至是有一种义务 要去干涉中国周边的事物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社会秩序的崩溃 那么中国内在的秩序 肯定就会混乱 那中国一乱 周围很多地方都会受影响 比如说朝鲜有可能受影响 那朝鲜出问题的话 朝日韩这三边都可能相继出问题 台湾海峡更不用说 它一直都是随时会爆发冲突的地方 另外呢 就是南海还有中印边境等等 都是火药桶 所以中国的周边全部都是火药桶 出事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么只要一出事情 美国为了维护这个全球的权力共同体 就必须加以干涉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中美关系实际的走向 它的一个基本逻辑就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一定会走上这种干涉主义路线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权力共同体呢 这个逻辑呢 又和它的国家性质有关系 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 一言以蔽之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国家 那么现代国家的标志呢 就是现代的代义制制度 也就是共和政体 美国的开国元逊之一 詹姆斯·麦迪逊就说过 代义制度就是共和政体 那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也包括欧洲的一些君主制的国家 其实呢 内在都是实行的代义制度 实际上全部都是共和政体 他们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国家 所以共和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流行的政治制度 还有国家形态 而美国呢 恰恰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共和主义国家 那有一些不了解美国的人 尤其是不了解政治学的人呢 就认为美国的建国思想是一种自由主义 是一种个人主义 那么这种看法就算不是完全错误 至少也是非常不全面的 那美国这个国家的建国基础 是根源于共和主义思想 这个是我们讨论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美国的每一个州都相当于一个现代共和国 因为每个州都是实行了独立的大义制的政体 那这个是完全符合麦迪逊所说的共和体制的定义 而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呢 他就是把各个共和国集合起来 成立了一个合众的政府 所以美利坚合众国也可以解释为美利坚共和国联盟 那所以说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就是共和主义 那再追问下去 共和主义的来源是什么呢 共和主义的来源就是马基亚维利时的现代国家 现代的共和国就诞生于所谓的马基亚维利时刻 这个地方稍微展开说一下 马基亚维利时刻 这个说法来自于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家约翰波考克 波考克在马基亚维利时刻 《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这本著作当中就提出这个概念 这个书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现代共和国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那么根据波考克的考证 现代共和国的思想基础就来自于共和主义 而共和主义的起源就来自于公元15到16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 那么华语地区的观众对于马基亚维利的认知是很有偏差的 因为大部分说华语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主装君主 可以不择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人 是一个狠人 但实际上马基亚维利他认为权术并非政治的最终目的 任何的政治手段最终都是为了现代国家的利益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基亚维利生活的时代 他生活在西元15到16世纪 这个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中世纪的经验哲学秩序已经崩溃 但是现代的政治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所以他是处于一个历史的转型期 从这个角度来说 马基亚维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人物 他实际上是终结了古典国家 同时在思想观念上开启了现代的共和主义观念 所以马基亚维利就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的人物 他的政治思想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现代思想 那么他的主要对手是那种带有中世纪性质的神权国家 而马基亚维利的共和国是人的国家 不是神的国家 所以这两者是有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画个图对比一下 在天主教的神之国里面 维持国家基本的道德标准 来自于上帝的教诲 来自于圣经的教条 而根据这样的道德标准 神之国的国民他们在做什么呢 这些国民他们一生都在遵守使徒保罗的教诲 就是每个人都要留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不要改变现状 要安静的等待弥赛亚救世主的来临 所以这样一个神之国它并不追求现世的幸福 而是追求永恒的天国 等待弥赛亚 那么这种被动等待式的思想 就形成了一种永恒的稳定系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内部 人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而马基亚维利所创造的现在共和国 它是人之国 它的道德标准不是神的标准 而是人的道德 这种道德呢 并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教条 而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美德 那这个公民美德 实际上是剽窃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古雅典的城邦美德 城邦公民要爱城邦 要为城邦做出贡献 不过马基亚维利对美德这个概念做出了改造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 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中庸式的美德 那么马基亚维利的共和国美德 它不是内敛的美德 而是一种雄性的 具有男子汉气概的 对外张扬的美德 拉丁语是Virtus 它崇尚勇敢的行为 军事素养 以及自己决定命运的这种魄力 那么从道德的根源上 这个就基本决定了 真正的共和主义国家 它的道德品质都是属于对外扩张 倾向于对外干涉 因为这种国家的立国精神当中 就带有一种雄性荷尔蒙 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 不断扩张的美德 这种不断变换的公民美德 它的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共和国的利益 那因此生活在现代共和国的人 它不像是生活在神之国的人那样 是一种禁止的状态 现代人需要不断的变化 因为现实的幸福不是一个永恒状态 共和国的国家利益 也不是一个永恒的稳定状态 而是随着外交政策等等 经常在变化 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么与之配套的公民美德 也不是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现代共和国的国家利益 公民生活 公民美德 都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当中 那也就是说呢 共和国是一种经常处在变化 和危险当中的国家政体 那么英国的政治哲学家 麦克·奥克肖特 曾在他关于近代欧洲道德 和政治的演讲当中 区分了古典国家 和现代国家的道德概念 按照他的话来说 古典国家的道德 是一种共同体的道德 是按照千百年的习惯 建立的一种 类似于习俗的东西 因此在古典国家当中 统治并不是为了改变 或者改善人们的生活情况 统治并不是确认新的利益 并把它变成权利 它是共同体法律 和惯例的管理部门 统治者不是共同体的主权载体 而只是共同体法律 和惯例的管理者 它必须宣示 效忠于和谐法律和惯例 只能是维护这一格局的安定 而与此相反 现代国家的道德 并不是一种共同体道德 共同体早就崩溃了 现代共和国 它的道德不是 长期风俗习惯的产物 而是国家利益的产物 这个国家利益经常都在变化 也是经常受到的 新闻媒体和权力的操纵 那比如说民主党就认为 商场外包就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共和党就认为 维护铁锈带的居民利益 才是符合真正的国家利益 那民主党认为 继续全球化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但是共和党认为 去全球化才是维护国家利益 民主党认为 黑命贵彩虹旗就是公民道德 但是共和党认为 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公民道德 诸如此类 这种分歧 这种不同的说法很多很多 所以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 到底什么是公民道德呢 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 确定的共同体在支撑 所以是非常不确定的 甚至可以说 它就是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产物 那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共和主义的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 是共和主义的世俗国家 也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从内到外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都充满变化 那么国家利益和公民美德 也是随时处于这种 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国与国之间 也相应的就充满了 各种冲突和阴谋阳谋 那么以共和主义为建国精神的 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马基亚维利式的国家 所以一方面 国家的利益和国家行为 是经常多变的 同时呢 美国也继承了 马基亚维利的另外一面 就是政治手段的多样性 那么在具体手段上 美国不会很运辅的 跟你讲正义或者不正义 只要能实现国家利益 他就会用各种手段 去实现这个利益 而至于说 这些手段是否道德 就很难说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美国政治 它有大西洋共和主义的理想 也有一种 马基亚维利式的 政治手段上的灵活性 那么美国的干涉主义 也完全符合这种特点 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呢 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各种风险 和各种变动 美国也必然会干涉 那手段不一定是 直接的兵戎相见 那么根据 马基亚维利的灵活性原则 干涉手段不止一个 形式会多种多样 那这一切呢 都早就被大西洋共和主义 所决定了 那实际上 梁家河跟拜登 在前段时间的会见 并不是要彻底改变 中美关系的走向 它就是一种 马基亚维利式的政治手段 它实现了一些 短期的政治目的 这个就足够了 那么如果是古典国家的话 那美国的君主 是绝对不可能会见 敌国领袖梁家河 因为这个不符合 古典国家道德 但是呢 因为拜登 他是一个现代 共和主义国家的领袖 他就可以出于国家利益 去会见一个敌对国家的领袖 而且这个行为 并没有违反政治道德 也没有违反公民美德 他反而是体现出一种 灵活的政治手段 一种所谓的政治智慧 那么除非中国以后 离开地球 那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美国就不会进行干涉 但只要中国还在地球上 那么中国的经济 政治 军事 都会和周边的所有国家 发生关系 从而影响到这个 所谓的大国权力共同体 当这个权力共同体 因为中国的存在 而不稳定的时候 美国就一定会出手干预 这一套逻辑 是环环相扣的 不会有别的选项 那么有人会问 既然美国是 现代共和国的代表国家 那中国又是什么呢 那么一言以蔽之 中国其实就是 共和体制的终点 是现代人彻底 阴命以前的 最后一种国家形态 当然这个问题 颇为复杂 有需要的话 以后专门开一集 再来慢慢聊 那么所以说 美国的一切政治行为 它的根源 还需要从 共和主义的传统当中 去寻找 那美国的整个 共和主义的传统 它的内在的德性 是一种 雄性基因的 古罗马式的 对外扩张的德性 这种古典德性 就决定了 美国这种 共和主义国家 它必定是 对外干涉 对外扩张 是一种主动的 积极的采取行动的 这么一种个性 那么与此同时 马基尔维利主义 这种政治传统 也决定了 它对外干涉的手段 是不择手段的 是手段多样性的 这种手段干涉 是去德性化的 去道德化的 所以这个当中 这两种因素 大家一定要 好好地把握 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是什么 媒体所说的大国争霸 而纯粹是一个 治安事件 就是说 美国是世界警察 中国是世界的小区里面的 一个不安定因素 一旦不安定因素 有潜在 有隐性 变为显性 有潜在 变为爆发的话 那么美国肯定会出手干预 问题在于 干预的方式是什么 这是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未来 美国实行这种干预政策 干预手法之后 是不是全球就太平了 中国也走上正轨了 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干预之后 还有更大的动荡 更大的不稳定性 在等待着大家 至于说这个动荡是什么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再细细的解说 好 今天就是这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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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